Hello, 歡迎大家又來到鬆仔鬆太戀咖啥 是不是發現我們的背景不同了呢? 沒錯, 因為現在我是暫寄,寄居的寄人離下 去了我第二頭家, 住家那裡住 那為甚麼我們都會拍片呢? 第一就是我們每天都要出片 第二就是我在來這頭住家的時候 就發生了一件非常之... 怎樣說呢? 可否用不幸運來形容呢? 我也不知道用甚麼來形容這件事 就是我是被警察拘捕的 我是沒有想過我會無緣無故 我不可以用無緣無故來形容 總之我就是被警察拘捕了 那整件事是怎樣發生的呢? 為甚麼無緣無故被警察拘捕呢? 原因就是事不宜遲, 馬上去片 小弟, 你最近有沒有看鬆仔的嗎? 蛤? 你說過肥仔? 是啊, 他經常說肥 但我就經常叫他吃東西 老實說, 他真的很肥 蛤? 老實說? 老實是誰? 是啊, 老實不是人 難道是神? 神鬼神馬嗎? 我在說鬆仔 誰在說我? 被他發現了 沒有, 我說你英俊 不是啊, 你明明是剛才說他肥 誰說我肥 走鬼啊 好了, 逼你們看完片頭之後 說回一件事 話說我和鬆仔這個weekend 就上了去曼徹斯特那邊 探朋友, 有自己的事做 飲飲食吃吃, 還有麗牌的 你看我這麼肥就知道 所以我們就是開了一輛車上去 我們一行四人, 兩個兒子坐在後面 然後我在開車 誰知道呢 很壞不壞呢? 因為我們其實很早去 我們九點半已經出發 終於出門口了 對, 打算呢 十二點點都到了 對, 兩個半小時 兩個半小時都不到 本身兩個兒子早上要學習的 都特意 skip了 因為要不然時間就會很差 那我們就一邊開車上來了 在M6那裡 接著Stokong Trend那裡 就突然間大塞車是停了 那就完全不知道什麼事了 想著是可能是整路 或者是交通以外 可能以為交通以外 可能以為交通以外 那麼突然 是的 那是塞到是幾乎不動 是人行的速度 塞了半個小時 一邊推推推推推前面 就發現呢 他是將四條線 就剪剩剩一條線 然後令我最激氣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過了 那你以為他整路 四條線 剪剩一條線 我們現在說的是 Black Friday那個weekend 人人都可能出去玩 購物 路上應該很多人 路上應該是很多人才對的 因為星期六 那確實是真的很多人 所以就失落了 那我走的時候 發現左手邊 他剪剩了那三條線 是完全 我可以跟你說 是完全什麼 沒有工具 沒有人 根本就沒有起鬧 什麼都沒有做 那條路也是不是爛的 那條路是完整的 你也不知道他是整哪一部分 但是他是有連綿 大概一至兩個mile的地方 是將他由四線變成一線 就這樣封了 就這樣封了 是完全沒有reason地封了 那當然他有他的reason 但是我在那一刻 我是不能夠理解他的reason 因為大哥 你在一個這麼繁忙的時間 你為什麼會把四條線 變成一條線 硬製造traffic jam出來 你經常說要排減炭 減廢氣 難道我們在路上浪費的時間 那些不是廢氣 你不是預期所有人都駕駛電車 又不是的 我覺得你可以分配得好一點 那譬如你晚上 晚上黑鮮封 凌晨四點封 沒有人會投訴你 是啊 很make sense 沒有個國家都是晚上黑鮮封路 廢氣都算了 但是大家損失了那個時間 我覺得是很 怎樣說 我只能夠用不理想來形容 浪費了很多大量的人的時間 而是沒有任何作用 你說如果有車壞了 在中間你要拖走它 有人撞了車 你要處理現場 那些意外 控制不了的東西 這些控制不了 沒有辦法 但是你這個事件 是絕對控制得到 只是幾個雪糕桶 為什麼要封那條路呢 而且它又不是永久勝利封 它是塞機無神封 我早上按過地圖的時候 不是這樣的時間 是逛逛逛逛 無故變成這樣的時間 可能它準備要做一些工程 但其實也不合理 你選一個這麼繁忙的時間 做一個工程 我的時間 是 我被人拘捕 就跟這個沒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雖然你聽我 這個增加了 說那麼多廢話 你抱怨了那麼久 究竟你是想怎樣的 其實我不說抱怨 我覺得它不理想 就是安排 我覺得可以再好些 如果你是想國家的效率提高 是不是大家其實 在這些方面 路政署的配合 其實是很重要 可能有很多人錯過了很重要的 appointment 一些緊急的 service 例如你是消防車 警車 救護車經過的時間 怎麼辦呢 你這樣塞住 將一個樽頸位 插在中間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 不是很理想的安排 Anyway 為什麼我要說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之後發生的事 就直接影響了 那就是因為M6一向出名是多快相機的 那我自己用的app 就叫Waze 可以告訴大家 Waze 我一直覺得很好用的 為什麼呢 第一它免費不用錢 第二就是它可以告訴你 哪裏有相機 甚至哪裏有隱形戰車 或者是有警察埋伏呢 其實它都會有很多通知的 因為你用那個人 就是越多人用 它就越準確 大家都會input information 這裏有壞車 那裏有交通意外 那裏有塞車 那裏有警察車 那裏有消防車 有救護車 那你會很容易 可以預先知道這些position 以及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 是很方便的 如果大家如果在英國 其實很建議用這個app 就是幫助是很大的 亦都可以避免你 可以幫你re-route 是的 我亦都會找條最快的路線 不過那天應該是沒有 另一條路線比那條 大家都那麼慢 但是它可以幫你避免 很多不必要的超速 是不是 我自己其實都ok奉公手法 老實說 我不算是一個開車很快的人 在條高速公路上 你開了這麼多年 賽車另計 是不是 都開了這麼多年 這麼多年來 我只是被人抓過一次 就是我搬家那天 要走四次motorway 是 內匯內匯 那我真的受不了 想很快回家 最後那次糟糕了 那我之前我記得 也有跟大家交代過 那今次的situation 和上次有點不同 其實我沒有怎樣超速的 但是我因為心急 因為我已經遲到了 本身已經遲到 我兒子還說要買麥當勞 這樣那樣 那更加遲 所以我們就是決定了 盡快去到目的地 是不是 好 說時遲那時快 我們突然又回來 我們situation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剛才在錄錄的時間 我兒子就撞到頭 就幫我 建了一棟樓給我 不要孝順 成為了發展商 還要建高樓大廈 被迫我們這個節目 要中斷 我們回到正題 我們說到 我們要盡快去到我們目的地 我一直 因為他把我們所有人 就擠了去快線 但是擠完出來之後 你知道 周圍都是很多車的 所以我一直都在快線 我就不想 那些貨車在前面擋住我 那七十的路 我就繼續走七十幾的 但我沒有實際 確實是怎樣去留意我速度 但是以我在英國駕駛十幾年車的經驗 我當時駕駛的速度 是一個正常Motorway的速度 亦都是大部分 不是特別突出 是的 我只能夠說 我不是特別突出 真的不是特別突出 好了 接著 就駕駛了 我想在這個 situation 駕駛了大概二十分鐘 我想十至二十分鐘 有沒有那麼久 沒有 我想十分鐘左右 後面突然間 有一架車迫近我 那我已經想著轉線讓它 它就突然間斬藍燈 它是一架隱形戰車 我這一輩子都未被隱形戰車抓 我上一次被人抓 是被一架Police Car抓 Mox Car 是的 是寫著Police的 那架 這架就是完全沒有 是一架深藍色的Volvo的SUV 是的 你是完全不會覺得它是一架隱形戰車 因為以我們的認知 以前的隱形戰車 一般不是Audi 就是寶馬 是的 五系 或者X5 是的 或者X5 或者A4 A5 是的 這類型的車 那很極少是其他牌子 就算其他牌子 以我對現在的認知 一般是Kia 現在很多Kia Skoda 是的 都是一些SUV Skoda和Kia Volvo 我真的第一次見 好了 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 它突然斬我 我就讓開 打算讓它過 因為一般的情況都是這樣的 是的 通常我一斬我就 你過了 一定是重要的事 怎料它走到我前面 然後就著了個尾 有個廣告牌 寫字的那些 Follow Me 一直斬著Follow Me 那我就Follow它 我知道糟糕了 一定是抓我了 但是當時我是拚爆頭 我完全不知道它抓我什麼 那她帶了我 走了進去一個Service 我想走多了兩三分鐘 就去一個Service 停下了 大家 那我還跟松太少少口 究竟它抓了什麼 我想極都想不明白它抓我什麼 那我搞定是唱 然後走過來 How are you doing? All right 那我心想 本來就很好的 你無緣無故 但你走過來我就不太好 那寒圈了兩句之後 其實很nice的 全程都很nice的 不是說很nasty 或者是態度差 完全沒有那些 OK 因為有時候你去其他地方 那些警察 一過來就已經兇你了 無論你有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問路都很兇你 我試過有些 experience 但英國的警察大部分都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除非你做一些很離譜的事情 那他走過來 他就問我 你知不知你剛才在走多少 我說 那就是在走七十幾 七十幾 那就是 他不是有什麼態度 你講到七十幾 呃 七十七、七十八吧 我想 哦 七十八 那他就錄下了數 我隨便說而已 真的 然後我心想 難道他真的抓我超速 七十八在我印象裏面 不是太算超速 就是大家要聽我說 我待會再解釋 那他就問我有沒有車牌 那我剛巧我有拿車牌 他平時是不拿人包 不知道為什麼昨天拿了 我平時是不拿人包 因為英國開車 其實你是可以不帶那個車牌出街 因為你講回 你可以後補 不過麻煩一點 你要回到警局 不過好像現在科技發達了 就不用了 不用了 其實他就這樣講 你講名字 講車牌那些東西 講地址 他已經找到了 有的當然更加好 是不是 我給了他 他就跑到自己的車那裡 搞了一會 他就叫我下車 他心想 要下車 我就上了他的車 我以為你下車 他是免得小朋友 聽到你們說話 純粹我的角度 我以為他免得 不是 他是拉了我上車 然後就鎖了門 什麼 你看著他鎖門的嗎 一上了 就沒有了 我就出不回來了 我又搞不下窗 又拉不開 你有試過嗎 其實我試過一次 就是上一次我被馬卡抓的時候 就是被警察抓的時候 他都是這樣的情況 那一次我就比較離譜 就是我真的 那一次你知道你錯了 是的 我該死的 我承認我是該死的 但是今次就是 有點招頭的 我進去 他就說 我超速 就走了78 他說我還見到你 有走過到八九十 那我的印象中 我印象中 我有踩過一兩下 是為了超越隔離線的那輛車 就不是為了長期一直踩 是沒有的 真的完全沒有 因為跟小朋友 和松太太一起 我是絕對不會做這件事的 那好了 接著我們一路 一路去到 他繼續說 他說他已經拍了你了 我已經拍了你了 你走到九十了 他說 我根本都沒有看過標版去過九十 你有什麼可能拍到九十呢 還有通常我標版都不會 我九十你拍到九十 因為這個不太正常 我覺得 但他一直強調他有拍到我 但他沒有展示過給我看 那當時我就擔心 因為我怕他不知道想怎樣 你想扣分還是怎樣 就是快速要斷他 他就說 你經濟現在不好 你都不想 我罰得你很重 那 上課 咦? 上課? 有課上的嗎? 因為以我認知 Moto應該沒有 三十幾那些才有課上的 是啊 那他又跟我說上課 他說 你可以不上課 不過你去court 然後他就來了 他說 你現在有權保持雜物 但是你所說的東西 會成為懲堂政公 一口沙堂一口 你告訴我 你現在想清楚 你當時究竟是在行七十八 還是在行九十 我 然後我停了 我停了 我靜了 我靜了 然後他說 你為何不出聲 你七十八還是九十 我心想你叫我有權保持抓默 那我就抓默了一會 因為兩天我都不想回答 你這樣問到 bear in mind 我拍了你九十 他都是沒有展示給我看的 是啊 那在這個情況 你被警察截了 你又被他捉上去後面 還鎖住 然後我望向松太 松太是已經不太能看得到我的 他也是 茶色玻璃 是茶色玻璃 我看到你的形狀 是啊 那在一個這麼無助的時候 又遲到了 那我唯有就 那78 那你在這種情況 你跟他爭拗 是啊 我又不是 跟著我認了之後 那他就填資料 那我填資料的時候 我就問他 我說 阿Sir 我記得我看BBC新聞 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 本身就是七十 上面加十個percent 再加三個mile 然後就改了例 變成七十加十個percent 再加兩個mile 因為我出過兩條片 說這件事 所以我是讀了書 那家新聞說很多 跟著阿Sir就說 這件事是不存在的 那些相機 你知道那些黃色的相機 Smartmoto 那些嗎 73 73就開始拍你了 他就這樣說 73 是73 阿Sir 他說73就開始拍你了 你剛才是不是走78 阿Sir 76 行不行 他很帥 我就說 不行 沒有 沒有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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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的內心就沒有什麼 因為 因為 那個 他 catch我那個moment 我是 其實我覺得速度真的很正常 你想想 我在那裏開十幾 十幾年車 是啊 其實哪些速度 我是知道自己真的超速 那些東西 其實你是知道的 你作為一個半職業的司機 你知道嗎 每天都要開車的 你是感覺到的 那些東西你是知道的 是啊 是啊 但是在那個moment 其實你是不能走的 你都 因為你 事實上我真的有超速 我認我是有超速的 是啊 但是 那個超速的那個 那個幅度 那個範圍 那個範圍 其實真的小到 是 是 within the boundary 你不可以 officially說 within the boundary 但是 以我們大家 在對公路的認知 其實就 真的極少 極少 極少會這樣抓的 七十三 是 他說 但是 因為我上一次說 說有這個 10%這個 加2 是啊 其實是真的 幾個新聞 都有賣 而且他是找 DVLA official 來講這件事 是啊 所以 所以我心裏面都幾舒華 是有這件事 是 但是當時他說沒有 我沒有可能跟他爭辯 是 因為跟他爭辯的話 我只會 後果可能更差 後果就不是上課了 是啊 後果就是要扣分的 他甚至乎說 因為 那條motorway 是60 有時候會變成60 Variable speed limit 是啊 那可能 90那一下 他就說他拍了我 然後就說 你超30 釘你牌還可以啊 是 這個又 有一個新的知識 對我來說 因為我以為 是100個貓以上 才釘牌的 因為我沒有去深究 是啊 但原來 不是100以上 他告訴我 他告訴我 就是 只要你超過 speed limit 30 30 他就可以釘你牌 即是30個路 走60就釘牌了 是啊 他敢說 是 是 但是 Where or not 這個是不是完全正確呢 我就覺得 有少少保留 是 因為 我們 查過 在新聞幾個 source 查來 那個答案 都不是他講的 這樣 是啊 是啊 那麼 他就叫我等寄信 但是一般來說 他沒有說罰多少錢 但是以我所知 一定是100鎊 一塊水 那就上課 是 好了 他罰完我之後 其實他沒事 他笑笑口 我覺得他像是要 開彈 開彈 就是要開彈 那我就是 很不幸運 你做了那張彈 是 那他說我 hawk了那條快線 就是他說我 keep住那條快線 不轉線 是 那就導致到 旁邊有個車 走過去左線 快速爬頭 那其實他undercut 不是他比我們差 其實是 我想說 那他不抓undercut 那難道我搏嘴嗎 阿Sir為什麼你不抓 他抓我啊 那可能他會回答你 我抓了他 你又不知道的 你怎知道我有沒有抓他 可能找另一個人抓他 就不奇怪 但是 其實他就大罪過我 undercut 其實我是在走正確的speed limit 我就算在右線 還有我其實不是很霸佔那條線 因為其實左邊那兩條線 都保持有車的 是剛好 可能有大概30秒的moment 我是旁邊沒有車 而我沒有走過去 因為我打算要過前面那些 因為我的每個速度 是快過旁邊那條線 那正常來說 這個都不應該是會被罰的 那當然啦 法律就是法律 是不是 我認我是 在那個moment 我是有判斷錯誤的 這個絕對是無用置疑的 人人都會判斷錯誤的 他在最後再說一說 我都不太肯定他是捉我的什麼 總之就捉了 但是我發現的問題就是 被他捉完之後 我一上那個motorway不夠五分鐘 我旁邊左邊又有一輛隱形戰車 然後一直走上去 一路走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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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回來也有 剛才我們回來也有 是 一條路裏面 有六至到八架 這些隱形也好 不隱形的 加起來有六至八架 有一個Nissan來的 是啊 現在呢 我這條片 就不是想跟大家說 我怎樣死不認錯的 我是錯了 這個我絕對承認 被他捉了 也都是 即是沒辦法 是不是 既成事實 唯有接受 但我想說的就是要跟大家說 現在這一期呢 是超級多警察 尤其是去北部的方向 由中部去北部 接著去到Manchester 是超多抄牌 是多到難以置信 還有那些 連拋垃圾 那些什麼 Environmental Officer 我去到唐人街附近 拍下車 就是今天 一拍下車 我已經給錢了 你用app那些給錢 是啊 他已經立刻有兩個抄牌佬 站定在那裡 看著你的車 什麼時候 已經mark定了 那唐人街 最多是拍兩個小時的那個位 所以呢 我們要計時回到車 要不然呢 他就分分鐘在那裡等你 是啊 我不是說他抄牌不對 但問題是 現在的數量 是很多 是多到你是會留意到 為什麼這麼多 其實有原因 我告訴大家 是跟這個 財政預算案很有關係 自從 一個新的預算案發佈之後 怎樣去填堂之後 就這個weekend 因為這個black fridayweekend 最多人出街的時間 是啊 嘩 就很多 其實就 很明顯的 就是要在這些位 太明顯了 在這些位那裡 就要找回一些油水 我沒見過這麼多Environmental Officer 就是捉人丟垃圾那些 是啊 對了 在Manchester 千萬不要亂丟煙頭啊 倒垃圾啊 垃圾啊 是整個街都是人捉的 你怎麼見過這麼多 我今天看到四個 我們在這條街 短短逗留了十分鐘 很少時間 四個我看到 是很誇張 因為他捉這些 又不需要有什麼道德可言 因為你是錯的 這些人已經請了 因為他又請他回來 你也是錯的 是啊 你是不應該丟垃圾的 你是不應該犯這些事的 所以他捉你是你所當然的 是啊 那又可以增加庫房的收入 是啊 他又有事做 是啊 以前就沒有捉得那麼緊 但是現在大家 一定要留意 整條街都是很多這一類型 會罰你錢的一些位置 剛才我講漏了一件事 在他抄完我的東西之後 臨放走我之前 他是拿一個吹波仔機出來 叫我吹波仔 是 他說這個是聖誕特別的安排 Christmas Special Arrangement 然後我說很Festive 我立刻這樣跟他說 期間限定 很有節日氣氛 阿Sir12點而已 然後他說 你今早有沒有喝過什麼酒精 不是 他說你有沒有drink 有沒有喝過東西 阿Sir水算不算呢 我知道其實還是喝了兩口 然後他說 你應該會吹的 我不懂 然後他說 你沒有 你不懂吹 哈哈 奇思 我就想 阿Sir 你不懂吹有多奇怪啊 就是說 我的樣子好像一個酒鬼 還是怎樣 那件事 大家 我不知道你在英國有沒有吹過 沒有 他說你要深呼吸 就是 很大口氣 好像游泳一樣 潛水一樣 然後吹吹吹吹吹 他其實是量你的肺裡面 最後那兩口 他跟我說 OK 因為那兩口沒得騙 在肺底裡 那些酒精 就溝 喝水都溝不到 那我吹吹當然是零 大哥 十二點 你看完我的live 你都不相信我十二點會喝酒 對吧 因為我一生人都沒試過十二點喝酒 我就算他吃飯 都不會十二點鐘 那時候就開始喝酒 沒有 我真的一生人都沒試過 吹完之後 他就放我走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 大家喝了酒 真的不要駕駛 因為 你不知道 他那個東西有多敏感 還有 你肺底那兩口 是最critical的 你都沒辦法推測到 所以你只能夠 保證你沒事 一口都不要喝 如果我喝了 我就跟他走 你又上了車 你的大小子都問我 媽咪 他會不會把爸爸送走 應該不會的 我就要拜拜 這樣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開車喝酒 還有 其實一向都是 臨近聖誕 外面是很多警察 會作這個抽樣檢查 檢查 檢查 但是Roblock 我從來沒有中過 我中過 你中過 是什麼情況 他叫你駕駛的 就是 離遠你就見到有堆車 然後他會有一個警察 叫你這樣 wave你進去 那你就排隊 早上還是晚上 晚上來的 近聖誕 為什麼我不在這裡 因為我駕駛我第一輛車 那時候他抓了禮物進去 有沒有叫你看車牌的東西 沒有啊 他就這樣檢查 車裡面有些什麼 他就檢查車裡面有些什麼 我想他看我的樣子 他就知道我不是壞人 是吧 就是他離遠 見不到我的樣子 但是去到你見到我 你覺得我 天真無邪 這樣 所以就沒事了 沒有事 我就沒中過 我一次見都沒見過 因為近聖誕 更多人偷東西 是的 因為也有很多毒品 因為很多人會開派對 就會有很多 那些 你看我的樣子 都知道我不會做 所以大家 在聖誕前後 出入 真的要小心 而且不是說你不覺得自己有事 你就不會有事 因為 因為你去到這些情況 好像我這樣 七十走七十八都抓的話 其實真的很嚴格 而且以前是臨近聖誕那兩個星期 比如可能十二月中 至到一月頭 一月中 那段時間才會這樣檢查 很少十一月都沒過 就已經來了 是的 而且是十一月頭 那就證明這個 就真的要賺錢 已經很明顯 所以大家最近要小心一點 還有你出去 比如說泊車也好 你轉錯 比如說oneway system 你知道英國有多少 有時候指示未必很清晰 或者入了bus lane 或者那些2 plus 那些就是要兩個人在車上 你才能走那些 car share car share 應該有些什麼 有寫著二加 就是兩個人在車上 或以上 你才可以走那條線 因為只有一個人開車 你就不能走那條線 即他會有很多這樣的方法 在馬路那裡 就是去捉人 填補財政的空缺 所以其實 基本上 你出的 這段時間你出的街 越多次數 其實你的風險就越高 即大家不要出街 因為很多時候 譬如你走50 那些平均50的路段 那我可能想避過貨車 又或者有些尷尬位 你又不知道進去 還是出來好那些時間 那你會寧願不動 在那條線 過了那段 你才進回去 但是你難保他說 你這樣是Hogging那條線 是的 所以我今天開回來的時候 我就很困擾 我走得很慢 自己究竟在做什麼 很辛苦 轉線又要打光燈 差不多交車 即是轉線是應該打燈的 有時候會懶的 即是人無完美 即是你說開車 每個人都要捲腸粉 這樣轉 很累 那我想問Pass了那些 有多少真的捲腸粉 很累 當然那些壞手勢 就不要學了 不可以單手開車 但是 有幾可真是六點至九點 這樣 三點至九點 即是很正規的這樣開 即不是說不行 但是 會比較難些 尤其是你開了很多年 車的人 所以無論是新手老手 這段期間 其實呢 以我的Advice 就是盡量避免 開車進去大城市的市中心裏 其實是最穩陣的 即是你可免則免 那當然不是叫你完全不要進去 你進去就特別小心 沒有什麼必要 就不要做這件事 因為呢 中招的機會呢 是非常之高 因為在街上 太多了 多到你被無可避 真的很多 上去多久 上去真是一陣子 一下車 幹什麼 即是我自己會知道的 如果他抓我 我感覺到我是糧了 我是知道的 但是那一刻我是一念天真 阿Sir 咦?我究竟犯了什麼事呢? 我完全是沒有這樣的知覺 你是不是想聊天啊 即是那個 給你那個空間 給你可以 可以走動的空間 是很少 是 這個就是我今天想帶出來的一個話題 好了 我們講一下 為什麼我會上去Manchester 我會比較開心 對 我會比較開心 那是無他的 原因就是因為Raymond 他就買了票 看這個王子華奧生戲 反氣攻心 YES 他就叫我買了同一場 跟他一起看 那麼 剛巧我有自己的工作 那我就順便一起上去看 其實我沒有想過去戲院看 因為 其實我想的 不過我們這邊都滿了 我們這邊都滿了 我們這邊就滿了 那我看他那裡 是 簡直是坐最中間 最中間那行的 最中間那四個位 是超 你最喜歡的那些 而且他是大院 我們這邊是小院 我們那些很小 他是最大的戲院 很感覺 那我上去看 哇 進去 真的全部香港人 好像回到香港 坐到滿了 簡直是有種 好像時代廣場 那樣的感覺 太固體 尤其是出來那一刻 是一班香港人湧出來 然後站在那裡 哇 很少有這樣的機會 跟一班香港人 一起湧出來 很奇怪 很奇妙的感覺 我們有試過 上次在倫敦看 加勒也試過 但今次 因為我不是受邀請 任何東西 我純粹是這個觀眾的身份 我跟一班觀眾走出來 那感覺就真的 好像香港散場 那樣的樣子 我想說少少 我覺得這部戲的感受 因為其實王子華 我基本上是他的粉絲 他以前那些棟篤笑 我差不多是 背了 到現在都還在笑 尤其是頭那五六套 去到十下十下 那個年代那些 是真的很精彩的 但是他拍到電影 就一向都不行 在我的世界裏 我覺得他的電影 老實說 有少少難的 是不是好看得下去的 但這套 我猜不到他 他不單止那些gag是好笑之餘 還是他很有 即是他的戲是很到的 是啊 即是他是有演技 你看得出 而且是很自然 即是很純熟 即是我覺得 他拍過這麼多一套 包括《男親女》 我那時候的舞台劇 我覺得是代表作來的 差不多是代表作 即是他 他在拍戲方面 還有這套戲原來 我看一看我才知道 原來是關我們事的 這套戲 是講香港人 離開 接著去遠方生活 是有這個寓意在裏面 我不想劇透太多了 可能有很多英國的香港人 還未看 或者未買到票 香港很多人看了 我看完我才知道 我知道為什麼香港這麼多人看 我知道為什麼這麼多人看 漂房可以去到這麼厲害 還有這套戲是有彩蛋的 是有大量彩蛋 而且彩蛋 有些就明顯一些 有些就隱藏的 說真的去到尾 我是看到少中有慮 即是那個感覺是 他很能夠拿捏到 無論你在香港 還是你在英國的香港人 那種心情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掌握的 因為 你很多時候 可能你描述那件事的時候 你只是描述給離開的人看 又或者是留在那裡的人看 又或者你想做和事佬 一個大團圓結局 那樣 但是他不是那一種 他是給你 無論你是選擇留下還是離開 你都會在這套戲裡面 找到共鳴 那一套好東西 這個是他最厲害的地方 還有他很多隱藏的寓意 第二是你看第一次的時間 你未必會發現 而第二次當你知道 原來他帶出來的訊息 是這裡的話 你再把這個方向 放回去再看多一次 那你就可以發現到很多 那當然 你靠記憶回想 其實都想到的 是 如果你真的懶的 你就上網看攻略 就好像打遊戲一樣 但是我覺得 so far 他是很有驚喜 是值得看的 還有林明禎真的很吸引 而且他不只是王子華一個 是整套戲的那些演員 都是很突出 不是說硬砌一些爛鏡出來 對 還有他其實只有一個場景 是 他整套戲就是那間屋 那張桌子 最多是兩間房間 他很少抓個人電競 那些 很少 那些一個線 純粹整套戲都在那間屋裡面完成 而且是很smooth的 所有人做得出來的節奏 所有東西都很融合的 看完你是很深感受 就是 因為他其實是一套笑片 賀歲片也好 或者是中秋片也好 嗯 他是 你抱著一個娛樂的心情進去看 但是出到來 你是 你是得到一些東西的 就是你的感受是會深刻了 還有 我覺得 他有一個訊息帶出來很重要的 就是 無論你選擇留下也好 你選擇離開也好 我們大家 都是香港人 但我有一件事要投訴 什麼要投訴 那些炮谷很難吃 是軟的 為什麼不可以有香港的炮谷 英國的戲院的炮谷真的要改善 還有我們是遲到進去的 因為卡巴很難找 還有那個戲院的門口也很難找 我們足足遲了20分鐘進去 但竟然是 剛剛好開場 我問我朋友 我朋友說 你知不知道在香港 如果開戲的話 廣告播20分鐘 會被人打的 應該會 但我們習慣了 我們是這樣的 英國是播這麼久的 播完戲院就爆氣 然後又播了一些 好像 那樣的 我就算少了 我看Avengers 播半個小時也是這樣 Anyway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記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鈴鈴鐘 那就知道我們什麼時候出片了 記得follow我們IG 那就知道我們最新動態 明天我們再和大家見 拜拜